呃...不想太油,有辦法的 夏天又到了 其實大家有沒有覺得到了夏天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有時候會覺得更加的乾 因為出了油之後又不知道應該怎麼算好 因為到了夏天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吹著冷氣 又會選一些比較清爽的護膚品 塗了油去我們的皮膚底層 其實是補回水分的 而我們經常出油就是不關我們塗油的 皮膚經常出油就是因為底層的水分不夠 才會出油的 所以今天我就會教大家一個 超級簡單的水潤妝 以及一些化妝 以及擦護膚品的小技巧 水分是38.3 我的油分是17.2 我就選了一個OLE的蒸水油 晚上我就會先擦一個Mask Lotion 由面的中間向外和向上推 額頭也是向上推 而鼻的部分就是向下 順著鼻推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會用OLE的這個蒸水油 放在手掌初四秒 1 2 3 4 然後放在臉上就這樣 1 2 3 4 5 6秒就是用手輕輕觸碰我們的皮膚 好像彈琴一樣 慢慢把護膚品 拍到我們的皮膚上 這個就是我晚上用這個精華油的步驟 我會當它是一個Sleeping Oil來用的 因為它不單止可以幫我們 減少我們的水被抽乾之餘 有一個很香的甜炒味 還可以令到我睡得好一點 日後只不過需要將我們的Mask Lotion 和一滴的蒸水油混在一起就夠了 看到我現在的水份就是44.8 而油份就是20.1 化妝的第一個Tips 就是我們用水粉的時候 記得用一個很大的水粉掃 然後輕輕把水粉均勻地掃起臉 而第二個Tips 就是將紙巾包住粉坡 然後在臉上輕刃 令到我們的水粉和粉底可以更加的伏貼 來看看我們的結果 水份就是有43.6 而油份就是19.6 大家在選擇油性產品的時候 都要記得留意它的質感 例如我介紹的奧女的這一支 它的質感特別清爽 所以我就會覺得適合夏天用多些 加上它有一個美白成分 在裡面 剛才我也配合它的一個精華 和一個Mask Lotion 所以我覺得夏天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